公展會在維園開幕 部分參展商推出一元優惠給客 主辦單位今年首次 在場外預先派醜 避免混亂 有參展商說零售市道疲弱 預期生意額只會有半成增長 於進報道 公展會開幕 場內人山人海 公展商推出一元優惠給客 原價近七千元的東蟲夏草 只要一元就買到 他早了一天來排隊 昨天早就派你派 有甚麼派醜 排到當然開心 主辦單位衛免市民 搶救一元優惠貨品的時候 發生推撞 今年首次預先在場外派醜 買不到東蟲夏草 這個一元福袋有鮑魚、高麗芯等等 等了一晚潘伯伯終於如願以償 有連續十年在公展會擺設展銷攤檔的參展商說 今年零售市道依然疲弱 預計生意額只會有百分之五的升幅 自己有其他的店鋪在外面 我們最近都見到 我幾個月還有少少跌幅 打波都是很溫和的跌幅 打波都希望透過這次聖誕節和公展會 都可以追回生意 今年公展會有超過四百間參展商 一共八百八十幾個攤位 一連二十四日在維園舉行 直至到明年一月二日 為了慶祝香港明年回歸二十周年 主辦單位將會在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 邀請二千五百個低收入家庭入場 每人獲法三百元現金券 一起來救物和倒數迎接二零一七年 NOW TV記者 宇昌報道